刚刚已经将程序介绍完毕了 那就要开始制作本杰克的程序了 但是在开始编写程序前 我们先来一起分析一下本杰克的程序 首先我们需要控制矿车左右移动来接到金币 那既然是接金币的游戏 肯定不能少了金币 首先需要复制非常多的金币 紧接着就是设置金币的下落 并且在接到五个金币后 我们的矿车上会载满金币 最后就是设置成功与失败的条件 在没有接到金币的数量达到五个时 游戏失败并结束所有程序 在成功接到一定数量的金币后 游戏胜利并且也需要结束所有程序 本杰克的程序分析就到这里结束了